香港警務處退休副處長任大榮 近日以37年警務工作經驗向中心社記者披露 在過去一年修理風波中 暴露多個國家安全漏洞 一度給警方執法帶來巨大挑戰 去年期間也都有拉過一些 用一些工具去截聽我們那個通訊 很簡單 我們那個通訊的系統 如果被人中間是可以截聽得到的 他就知道了你什麼時候調動一些人 有很多也是外部的勢力去協助 譬如很簡單 你只是看去年發生的事 普通人怎麼可以有這麼多裝備 頭盔、豬嘴不是便宜的 是漂亮的 很多這些裝備去裝備黑暴去搞事 那你就可想言之了 任大榮37年從警生涯中 從事過34種警務工作 經歷過香港皇家警隊時代 也曾被戒掉至英國出任警司 擔任過機動部隊校長的他 曾專門訓練包括飛虎隊在內的警員 處理遊行示威等暴力行動 他表示回歸前後香港警隊的執法風格截然不同 我們教這個戰略的就是 如果是釘汽油彈的 我們要用實彈槍打的 我們專門訓練他們 用一隻叫做AR-15的來福槍 這個在遠程都可以打到的 這個汽油彈是對生命的威脅很大 所以我們一定會教開槍 其實去年來講 對於這些黑暴 警隊是很克制 任大榮對香港警隊裝備撩如指掌 他表示能瞬間制服暴徒 而不取其性命的武器有很多 例如港英時期常用的 能同時發射108顆千粒的雷鳴燈線彈槍 能旋轉於地面斷人腳踝的木彈等 他說回歸之後這類極端手段再未用過 一方面由於回歸後香港社會少有激進暴力事件 另一方面港英政府於1997年7月1日之前 竟湊出台了一些法律令警隊執法受到一定阻礙 回歸之前 這個港督就埋下很多炸彈 有很多的法例 都堆出來 在7月1日之前 經過立法會 通過了之後 這些回歸之後 在我們執法所遇到的問題 就慢慢慢慢湧現出來 是令到我們在執法上有很多的困難 譬如很簡單 1997年之前 如果我們要做一些調查 刑事的調查工作 要去用一個竊聽的方式 當時你只要去港督 港督就已經可以批核了 去到回歸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的申請是要去法官那裡 相對來說 困難就多了很多 任達榮表示 香港回歸之後 社會自由度較高 一定程度為部分有心人散布偏激言論 引導偏激行為 提供了土壤 假新聞造成了信息的假透明 警隊執法難上加難 他相信香港國安法會在香港立竿見影 尤其對警隊今後的執法 充滿信心 你有一個新的法例 能夠賦予到 賦予到給我們警隊 是能夠填補過去這23年 這個 即是這個洞 填補這個洞 過去我們沒有這個法例 我們做綁手綁腳 到有這個法例 其實可以這樣說 某個程度上 我們可以鬆綁了 既然已經有新法例 我覺得警隊應該要不要浪費了 祖國為我們走出這一步 我們應該要盡我們的能力去執法 你的力度是夠的 我覺得將來香港的前途 前景應該是好的 前景應該是好的 有一個改革隊 我們應該是這個洞 進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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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